谍报机构啊,和我们离得更近了 我说的是国民党统治时期 国民党的谍报机构 一说到谍报机构呢 国民党呢,大家可能马上想到 哎哟,我看那潜伏了 里面那不是什么保密局军统什么中统什么的 哎对,军统和中统 是当时国民党的两大谍报机构 后来军统呢,改名叫保密局 中统呢,改名叫党控制 那么说实在的,在那个时期 无论是军统还是中统 在抗日的问题上 军统和中统呢,历过一些功劳 可是在跟共产党对抗的过程当中 军统和中统是一败涂地 也有很多人认为 就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 在战争过程当中打败国民党 是由于共产党的这个情报工作做的 远远比这个国民党要出色 确实是,你看 共产党那时候出现了 钱壮飞,胡迪,李克农 这叫龙潭三杰 你看龙潭三杰 这样的打入到敌人内部的高级间谍 而国民党不管怎么渗透 也很难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去 最多就像我们看钱福里的李扬 到了延安,当上个教师 然后搜集点不痛不痒的情报 所以在情报战上 共产党做的比国民党好多了 但是这一点呢 应该说跟当时国内的一些特殊环境 有直接关系 从根本上来讲呢 军统和中统也不都是一群废物 里边也有人才 也曾经在历史上呢 在反间谍这一关 给过中共沉重的打击 比方说1931年顾顺章叛变 大伙还记不记得在钱福里边 余泽成曾经很沉痛的跟翠平说 当年顾顺章叛变 党组织被一网打尽的事 这个其实就是 中统当时一手造成的 那么今天呢 咱们就给大家细说一下 军统和中统到底是怎么回事 军统呢是1938年成立的 原来的全程是什么 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主要是控制军警系统 一开始是代理负责的 有不少秘密监狱啊 调查所啊 所以全程的时候有五万多特务 拿手的呢 是逮捕啊 暗杀呀 绑架呀 爆破呀 这是军统拿手的 动手 那么中统的全程呢 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最早的负责人叫徐恩曾 他上面直接的是陈立夫 陈伯夫哥俩 这哥俩我们知道是CC派 等于直接控制国民党党部 那么中统主要的控制地界呢 是党部和文化部门 他们从党派斗争起家 然后控制这些机构比较拿手 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而军统呢 主要是敌伪方面的情报 比较厉害 后来又有个国民党国防部二厅 他搞军事情报比较厉害 但是当时主要的情报机构 就是军统和中统 一个控制军警 一个控制党部和文化部 那么我前面说顾顺章叛变 这个事情是早期国民党谍报机关 可以说下了很大功夫 等于说给国民党立第一功 这个事呢 咱们得先说这顾顺章 顾顺章资历很老 参加过八期会议 当过上海工人纠察队的队长 早期的共产党员 当时在上海呢 中共也有特派机构 总共有四个科 这个顾顺章是三科的科长 那么顾顺章在1931年呢 周恩来派他呢 护送张国焘到鳄鱼碗根据地 护送完了 本应该马上返回上海 结果顾顺章没有听周恩来的 留在武汉干嘛呢 这个顾顺章啊 有些毛病 好吃好喝好色好酒 比较讲究生活享受 他当时就觉得呢 在上海呢 一天挺没意思的 受人管 我在武汉待两天 我玩玩 结果就是在武汉这两天出事了 他这玩他当然不能动用经费了 但他这个人有办法 顾顺章小时候 学物魔术 汇集手魔术 他当时就以华广旗 这三天为一名 在武汉汉口大世界 表演魔术 南州以前 从上海一个共党的剧园里搜出这张照片 本说他就是顾顺章 谁说的 顾顺章以前的祝贺 最后把这顾顺章在武汉给抓住了 抓住之后顾顺章就叛变了 因为顾顺章当时也不愿意丢命 你记住 好酒好色的人热爱生活 都齐命 不肯清情意义的就把我这命丢了 所以投降叛变了 叛变之后顾顺章就觉得 我掌握中共这么多情况 我应该为我在国民党 是谋一期之地创造条件 所以当时呢 跟在武汉抓获他的总统特务说 我提起个要求 头一个得保障我人身安全 第二个马上送我到南京 我要见蒋介石 有重要情报汇报 第三个 马上给我送走 千万别跟南京那边说 别拍电报 说把我抓住了 因为南京的党部呢 就有共产党员 他说的是谁呢 当时他没直接说 因为他想把这个情报 报告给蒋介石 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当时呢 是给总统的头子 薛恩征当秘书的 结果呢 总统在武汉这些特务呢 哪管他说啥呀 为了抢功领赏 就拍电报 告诉薛恩征 把这个顾顺章给抓住了 而且呢 接下来呢 在电报里头呢 连拍了六封加急电报 说什么呢 一个是台湘县蒋介石 再一个呢 是希望呢 用这个兵舰 就我们说战舰 赶紧顺着长江 给他拉到南京 后来第三封加急电报呢 又拍 不用军舰了 觉得太慢 还是坐飞机过去吧 那么这六封电报 一封比一封急 都到了总统的办公室了 就到了薛恩征的桌上 可是薛恩征的出去 循环做乐器了 没在办公室 这个时候 钱壮飞在 钱壮飞是薛恩征的秘书 咱们的党员 地下党员 钱壮飞一看着电报 根据他的平常的感觉 因为这个电报写着 薛恩征亲 必须得他自己来才能看 钱壮飞也有这密码 但是不能看着电报 但钱壮飞就觉得不对 回潮有这么急的 这一定是有重大情报 按照常理来说呢 不知道这个情报价值多大 你拆开了这个情报 等于你暴露了身份 一定会引起薛恩征的怀疑 这样有点不值得 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鬼使神差的 这也是一种预感 第六感 钱壮飞就觉得这电报有事 真就拆开了 一翻一看 大惊失尊 因为顾顺章一叛变 他掌握着全盘的 咱们中共地下党的资料 可以说他的情报都泄露出去 全军覆 钱壮飞一看 事不宜迟 赶紧派自己的女婿 连夜坐火车到上海 通知周恩来 顾顺章叛变 你们赶紧撤 到了上海 把这情报一递 周恩来带着这些人 平安转移撤退了 这一边呢 顾顺章呢 被押解到南京了 隔了两天 押过来了 简案实践的顾顺章 一无一失说 怎么怎么回事 这个上海 周恩来领都在哪的 因为他这个情报 非常准确 谁能有他准的 他是第三个科长 什么都知道 讲的是大喜国王 派人到上海抓去 结果呢 一个都没抓着 简案实气的 都奇了怪了 就跟顾顺章说 共产党抓我们情报 一弄一个准 我们抓他们情报 全弄不对 这怎么回事 这时候顾顺章就说了 蒋冯远长 你不能怨别 怨你自己 我再三说 不让他们拍电报 因为电报拍到南京中统那儿 宣增的党部 就有共产党员 容易泄露 说谁是共产党员 钱壮飞 讲的是一看好吗 抓 哪是抓得着 钱壮飞早就安全转移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不看 这个顾顺章叛变 由于我们地下党的出色工作 避免了中共组织的大灭的损失 那么这个时候 顾顺章被一个人盯上 谁呢 就是戴笠 戴笠当时啊 比较痛苦的是什么 自个儿成立了这些组织呢 需要呢 有专门人才 来搞啊 电报啊 什么间谍培训 下边没有这样人 顾顺章叛变 戴笠就觉得这是一个好料 而且顾顺章还写了一本关于间谍的书 甚至都能当教材 给这些特工看 于是戴笠就想把顾顺章挖到自己这边 可是中统这些人呢 也不甘心 为什么 两个原因 第一个 我用不用这人是另一回事 不能让你用 中统军统同行是冤家 总掐账 背后你告我 我告你 净这些事 第二个呢 抓顾顺章本来是义工 没想到 倒把自己内部这个管理疏松 让地下党直接当成了总统的秘书 这个事给暴露出来了 弄着在讲解释面前 碰了一鼻子灰 所以这个中统一气之下 隔了不长时间 就秘密的 把这个顾顺章抢 戴笠也没聊着 但是戴笠从那以后 他非常注意 搜集这些情报 非常注意下面特工培训 甚至到美国专门请人 来培训特工 那么当时戴笠呢 为了情报网的事 军统跟中统闹得不可开交 我说兄弟 这要是你们一些局长 和我们郑局长知道 你我在一起吃饭 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 现在啊 不是中共军军的时代了 是保密局跟党同局啊 这外边也不是日本人了 而是共产党 没点会在乎情规截律的 我们这还是很严谨的 私下计数 中统的人是要受到处罚的 因为一开始 中统军统存在的时候呢 这不像现在说你这个 发信息啊 什么以外有那么简单 那时候得拍电报 那么这个电报呢 有一个专门的内部网络 这个内部网络呢 是中统控制的 假如是说你这 就不用重复建设了 都是一家人 用一个情报网吧 可是这回有问题了 我前面说 中统跟军统啊 争得不可开交 人家才不跟你玩活呢 比方你的夹击电报 对不起啊 我们得等一会儿 我们先说我们自个儿的 那个情报有的时候啊 是有时效性的 过了这村没这店 就废了 所以戴笠说 这我得自个儿建我的情报网啊 开始讲的时还没答应 为啥呢 讲的时在心里一开始 是偏着中统的 为什么呢 中统这个创始人 陈立夫陈广夫这哥俩 是什么人呢 他们的叔叔叫陈其美 这个陈其美 我们以前说民国的时候 曾经说到他 大家看建党委业的时候 一开始就有陈其美 陈其美呢 是上海的都军 同盟会的负责人 蒋介石的拜保大哥 陈其美当初就是 他把蒋介石 介绍给孙中山 要不拿有老蒋介石的后来 所以说蒋介石呢 非常感恩 就重用陈立夫 陈管夫哥俩 把整个党务的事都交给他哥俩 所以咱们一说四大集团 就说蒋介天下 陈介党 老蒋介天下 老陈介党 所以蒋介石这时候 是基本上向这个中统这边倾斜 得给中统面子 所以当时就 让戴利跟他们共用 后来戴利比那么一招 自个单独整个情报网 你别说这情报网还挺好使 还曾经截获了 二战期间日本的秘密 说日本要偷袭珍珠港 还把这个报告给美国 结果美国没拿当回事 这事就过去了 所以说军统这些人呢 咱说你看着 跟共产党打交道 经常大败亏书 但是不等于这些人是笨蛋 是有能耐的 你看余泽成 就是当初军统呢 派出现在到南方执行命令 要刺杀汪伟政权的负责人 余泽成这些人呢 也是在上海那个军统 清普推训班过来的 当时呢 里边呢不就是 就有戴利吗 后来戴利我们知道四六年 这不潜伏里也说了吗 飞机失事死了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飞机失了 带机上的飞机 摔在山上啊 消息可靠吗 不会错的 我唐妹是 狗仙网交的亲戚 公主长也在飞机上 都辞了 已经在南京附近的山上 他们已经是挺烦的 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